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5号的声明还表示 在过去48小时 以军至少发动了5次针对加沙地带物资分发中心的袭击 共造成56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 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平民 以色列军方15号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否认与14号夜间的袭击事件有关 并强调未对领取物资的平民开枪 以色列军方表示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需对此事件负责 以军当天还发布了一段视频 称拍摄到哈马斯武装人员在物资车队抵达前一小时 在人群中开枪 以军称将继续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军队14号晚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 一处救援物资领取点 有目击者称 以军对现场等待物资发放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炮击 还出动直升机向人群开火 死者中包括儿童 此前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 以军14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处物资分发仓库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多人受伤 另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通报 13号夜间 以军在加沙城的救援物资领取点 向等待救援物资的巴勒斯坦人开枪 造成至少6人死亡 超过80人受伤 感谢观看